俄罗斯近期发生的这起爆孔事件 已经演变为了各方势力博弈的焦点 那么俄罗斯正试图通过桥山镇湖的方式 来揪出背后的势力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本期节目我们来说一说 俄罗斯恐袭事件的后续 发生在俄罗斯克罗库斯城音乐厅的 这个爆孔袭击事件 已经造成了上百名平民的死亡 是令人震惊 截至目前这一数据还在不断的刷新中 那么这起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尽管某个组织已经出面认领了此事 并且声称这是对俄军在叙利亚北部军事行动的一场报复行为 但是人们似乎并不完全买张 可以说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网络上也是出现了诸多的版本 围绕这件事情的讨论热度 也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那么这场恐袭的背后到底涉及了哪些势力 俄罗斯方面又将如何应对呢 可以说这场发生在首都郊外的特大暴恐袭击事件 彻底惹恼了刚刚赢得大选的普京 从普京的角度来看 这无一就是一种对他本人的赤裸裸的一个挑衅 普京有一句名言我们都知道 如果在厕所里逮住恐怖分子 不需要经过审判 可以直接将他按在马桶里淹死 那么袭击发生之后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迅速介入了 3月23号的时候 普京就公开表示 称暂时逃脱抓捕的这个嫌犯 正准备前往乌克兰 背后有人向他们施以援手 这个消息一出 可以说是急坏了基辅政权 乌方几乎第一时间就站出来表态 表示自己并没有参与其中 而与此同时 俄罗斯情报部向外界透露 早在袭击发生前不久 俄方就收到了美国方面的提醒 声称有组织预谋 在俄境内人员密集的场所 搞暴恐袭击 那么问题就来了 美国既然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绝密情报 共享给此时关系极度紧张的俄罗斯 那自然也有可能共享给关系紧密的乌克兰 如果乌克兰也提前得到情报 并且在第三方势力的帮助之下 与这伙暴恐分子搭上了线 利用自己安插在莫斯科的特工 为其带路 策划了这起骇人听闻的袭击事件 达到扰乱俄军后方的目的 事后又为这些人开放了边境逃生通道 那么一切似乎又显得合理了起来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乌克兰也不想被打上参与爆孔的标签 然而俄军高层却迅速的展开了行动 予以乌军致命一击 似乎是要给基辅当局当头一棒 欢迎颜色 3月24号的时候 就在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 乌克兰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 一阵阵巨大的爆炸声响从基辅市区传来 不到24小时 俄军就动手了 眼瞅着这就是要立威 俄军的这招显然是打算敲山正虎 看一下各方的反应 那对于这两年来 已经习惯俄军空袭的基辅市民来讲 或许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是对于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来说 确实能明显的感受到 这是俄罗斯人在向他们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种卑劣无耻的低级手段 撼动不了俄罗斯 也改变不了任何的局面 只能增加俄罗斯国民的一个凝聚力 反观乌克兰面对俄方的不断施压 估计是难以收场 当然乌克兰究竟有没有参加这次爆孔袭击 或许将是一个永远的谜团 那么双方或许将进行一个漫长的口水仗 但是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就是 诸多境外势力似乎也默契地认为 彼时的俄罗斯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 可以趁机搅局 令俄罗斯自上而下方寸大乱 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么再次成为俄罗斯总统的普京 将带领俄罗斯如何应对眼下的困局呢 我们是迷代 好了本期的话题呢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关于这次恐袭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